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多时候人与人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 体会一下十种世界最顶级的思维方式 也许你能找到人生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圣经有言 要爱人如己 爱别人就要像爱自己一样 因为你帮助了别人 受益的最终是自己 这就是经典的上帝思维 就像《盲人打灯》那则预言中说的那样 漆黑的夜里 提着灯楼出门的盲人 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撞倒过 因为这盏灯照亮了别人脚下的路 也让别人注意到了 在黑暗中前行的自己 周国平在《人生不较劲》中写道 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得到了别人的善意对待和帮助 心中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情感 这种情感就叫感恩 爱是会流转的 失及别人 终会会及自己 谁都有雨天没有伞的时候 你帮别人打了伞 日后有雨落在你身上时 也会有人替你撑起一把伞 2.司马光思维 司马光砸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当年小司马光灵机一动 砸钢救人 其实他砸碎的不仅是一口普通的水钢 更重要的是 打破了一种惯性思维模式 这就是司马光思维的精髓所在 生物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 鲁鱼是条鱼的天敌 生物学家将两者放入同一个玻璃器皿中 中间用玻璃板隔开 刚开始鲁鱼很兴奋地向条鱼冲去 但一次次被玻璃板阻挡 最后鲁鱼泄气了 即使生物学家拿去中间的挡板 条鱼靠近鲁鱼 鲁鱼也不会发起攻击 实验的最终结果是 弱势的条鱼因为有特工的饲料 安然存活 原本强势的鲁鱼早已翻起肚皮 飘在水面上 爱因斯坦说过 某一个层次的问题 很难靠这一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 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 孙子曰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你想要战胜对手 首先要了解对手 我们都知道 在刚刚过去的女排世界杯上 中国女排好取十一连胜 成功夺冠 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过 中国女排连战连结的真正原因 之前央视对中国女排有一次幕后采访 我们从女排队员原心月口中得知一个细节 无论我们的女排队员比赛和训练有多么辛苦 郎平都会带着全队成员 一起认真分析他们要面对的每一支球队 甚至会当场提问 苛刻到对方每一个球员的习惯动作和击球路线 哲学家格拉西安说 一个聪明人从敌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比一个傻瓜从朋友那得到的东西更多 竞争对手不仅是你我面前的一堵墙 更是一面镜子 它能让我们反观自身 快速成长 拿破仑说 在我的字典中没有不可能这样的字眼 其思维的核心就是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外界所干扰 始终保持自己的主见 看到知乎上有人提问 人没有主见有多么可怕 一个网友回答道 没有主见的那根本就不是人生 傀儡而已 认识一个同事 执行力很高 但是一遇到自主抉择的问题 就开始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然后他会不停地询问身边人的意见 有时候还会把主管领导骚扰得不厌其烦 以至于在公司待了整整五年 业绩不错 却依然还是最基层的普通员工 陈寅客说 人要具备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因为没有主见的人 不会思考 不会行动 做任何事都难以有所成就 亚历山大大帝有一句名言 山不走到我这里来 我就到他那里去 这是一种霸气 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思维方式 成大事者 绝不被成规旧席所束缚 中国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战役 洪水之战 春秋时期 宋湘公和楚城王进行会战 楚军在洪水渡河 公子穆怡建议宋湘公半渡而击 可是宋湘公却坚持古代战争的救力 不主动攻击尚未裂好阵的敌人 结果我们都知道 宋湘公不仅大败窥书 还因为腿伤不治身亡 旧堂书《陆志传》中说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志 某有奇鬼而不逊重情 通晓事无变化 不拘泥于成规旧志而死板教条 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 让梦想发光 六 哥伦布思维 哥伦布是大航海时代 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 当他从美洲大陆回到西班牙 受到全体国民追捧的时候 有不少贵族对他的成功不以为然 一次在王室举行的宴会上 有人指着一颗煮熟的鸡蛋 当场向他发难 你能让这枚鸡蛋立起来吗 会场一度非常尴尬 在大家看来 让椭圆形的鸡蛋直立 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正如当初他们不敢相信 哥伦布会发现新大陆一样 但是哥伦布不慌不忙地 接过那人递来的鸡蛋 二话不说 猛地往桌上一颗 鸡蛋稳稳地立在了桌面上 不破不立 敢想敢干 这是哥伦布思维最可贵之处 不见海不知海阔 不下海不知海深 任何事只要敢想 总是会有方法 任何地方只要敢去 总是会有道路 7.拉格尼亚思维 拉格尼亚是古希腊一个王国 公元四世纪 所向披拟的马其顿国王 菲利二世入侵王国 并给被围困的拉格尼亚国王 送了一封信 威胁说 假如我们攻占城池 必将把它移为平地 没过多久 菲利二世收到回信 上面只有一个字 if 假如 只用一个字 就铿锵有力地表达出 拉格尼亚人的决心和魄力 威言大义 义针见血 凡是达到这样的思维模式 就被后人称为 拉格尼亚思维 设计大师原言栽有一句话 我们越是用更多的表达 去描述某物 我们就越难以准确 高手过招 最厉害的是 无招胜有招 用最简练的形式 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 这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智慧 罗技学家奥卡姆威廉 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律 奥卡姆剃刀原理 主张舍弃一切复杂的表象 直指问题的本质 看过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 约翰·杜威的一篇传记 那年杜威还在上小学 夏天班级的蚊子特别多 老师便组织大家灭蚊 补蚊网 灭蚊拍 灭蚊药水 一番大战之后 蚊子并未减少 唯独杜威带来一把镰刀 默默清除掉 教室后面的一片杂草 不久后 蚊子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原来通过细心观察 他发现 杂草丛才是蚊子的来源 和藏身之处 只有把杂草清理掉 才能彻底消灭蚊子 舒本华说 一个明智的人 就是一个 不会被表面现象所欺骗的人 他甚至预见到了 事情将往哪一方向变化 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 找到问题的根源 才能彻底而有效地 去解决问题 9.费米思维 现代核物理之父费米 在芝加哥大学授课时 曾提出一种 处理难题的思维方式 面对一个大的目标 你要善于把它分解成 若干个次一级的目标 当我们以此入手 很快就会达到 次一级的目标 那样 你距离自己的大目标 也就不远了 两次夺得世界马拉松 邀请赛冠军的山田本一 曾经说过自己夺冠的秘诀 每次比赛之前 我都要乘车 把比赛的线路仔细看一遍 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 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 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 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 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 比赛开始后 我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奋力向第一个目标冲去 等到达第一个目标 我又以同样的速度 向第二个目标冲去 四十几公里的赛程 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 轻松地跑完了 事物的本质其实很单纯 化繁为简 才能更快地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 十 洛克菲勒思维 美国著名的实业家洛克菲勒说过 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 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 从小家境贫寒的小镇青年 成长为世界最顶级的大富豪 他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个字 主动 在留给儿子的三十八封信中 洛克菲勒写道 经验告诉我 大胆主动的人 能完成最好的交易 能吸引他人的支持 结成最有力的盟约 而那些胆小犹豫的人 却难以捞到这样的好处 有自信的人期望成功 他们会配合自己的期望 主动设计所有的计划 以追求成功 实时求主动 处处占先机 以最小的代价 求得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洛克菲勒思维的主旨 被动的人 凡事等着别人来挑 主动的人 赚到的是霸气腾腾 高歌猛进的人生 道生和夫曾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公式 人生或工作的结果 等于思维方式 乘以热情乘以能力 思路要是不对 再有热情和能力 也是徒劳 每一种好的思维方式 都是生命历程上 一盏明亮的灯 希望这十种思维方式 能给你带去启发 拥有更好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